说今天早上7点多 在沈阳市大东区的北海街高架桥上 一辆大巴车也撞上了一根线高杆 就这一下把线高杆的横梁和立柱就撞分离了 而说起这起事故 大巴车的司机觉得挺奇怪的 他说他经常开车走这条路啊 一天都能过去的 这次没过去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辆大巴车停在南向北方向的桥上 线高杆的横梁与立柱脱离后 砸在了大巴车的车顶上 幸好车上当时并没有乘客 让人奇怪的是 大巴车司机说 他经常驾车经过这里 没有刮到过线高杆 这次不知为啥竟然就刮上了 我那腰我好着 从早那今天怎么还刮上呢 他说今天早呀 我都知道 那从早今天地面没洗过 我都喜欢 你还从早这条路 不找我干脑吗 我车真高我不敢过呀 三米的我能过去 直接下来就会撒你车上了是吧 对 对于大巴车司机的这种说法 交警和线高杆相关工作人员都表示 这里的线高是3.6米 杆的高度实际还要更高一些 这辆大巴车能撞掉线高杆的横梁 高度应该在4米左右 所以事故还是车超高导致的 早上8点40分左右 吊车赶到现场 将线高杆横梁吊起 大巴车这才得以脱困 咱们也提醒各位大车司机 咱们这个车啊 能不能过线高杆 得根据标志上的数据来 不能说凭借着经验 或者是抱着脚性心理去试 可能说偶尔过去一次 但是路况经常会变啊 下次未必就能过得去了 还是要接受教训的 好了 咱们这边 好